為何法國的婚姻制度很奇怪 有些人經常來來喊一喊 香港人很煩惱 離婚搞得很厲害 又吵架 又打公司 又婚身家 連兒子都要爭吵 我們看到在歐洲 法國這些文化不是很潛衛的 所以他發覺 那個結婚證書你見過沒有 沒有 有機會你見一下 我不懂得法國人 好像我們一本護照一樣 現在結婚就想什麼事 對 沒錯 簡單了 不對 我們明天分手之後 等滿人cancel 我剛剛又貼幾張照片 我寫個名字 有一欄一條 你給我印的 你現在現在的粉影狀況 什麼名什麼 住在哪裏德國都有什麼名字 大家拿兩本書給我印的 寫法名上去 自己簽個名字 那就搞定了 他那個政府跟你reconfirm 那就搞定了 很快的 不用這麼複雜的 所以他就 為了防面的程序這麼複雜 所謂設計一本二護照 那一本結婚證書 整本的 你走去給個印就可以了 cancel 你剝一個印 我們出入境 是的 很快的 很快的 所以很消沙的 他再見到朋友在酒吧撞到 大家又攬頭攬計 但是香港通常都沒辦法商量 那你不一樣 香港大家計算吧 又要跟你分身家 又說這樣又說這樣 是不是 又你爭我又我爭你 好意上來兩個人買一層樓 到收工的時候 還搞一層樓就埋交了 有沒有人搞了 怎麼分了 怎麼分了 我們廚房歸你 公理主義 公理主義 你那些人怎麼會搞到六合一 二合一都沒搞得到 怎麼搞到六合一 二合一都沒搞到 你也搞不到 就是再多一次 二合一都搞不定 你還搞到六合一 你真是 發夢沒那麼早 會很難的 很難的 是很大福氣的人 你不是一方便可以做到的事 是一方便可以做到的事